一块铁针摆在台面上,随着水流缓缓划过,铁针竟然被轻而易止地切成了两半。 哪怕换成一块航天级的钛金属,水刀的切割仍旧没有受到阻碍,分分钟就将其切割开来。 那你知道,水刀的威力究竟为何会这么可怕吗? 其实这种水刀,全名为高压水射流切割技术。 顾名思义,这些水在机器内被施加了高压,而机器的喷嘴,则采用了极其细小的尺寸设计。 凭借内部的高压再加上细小的喷嘴,水流会以超高的速度被喷射而出。 除此之外,在水刀切割过程中,人们还会加入适量的石榴砂,金刚砂等模量辅助切割。 通过水流作为载体,极大增强它的切割速度以及切割厚度。 哪怕是在航空航天、军事、工业等领域,水刀的使用也是非常普遍。 凭借其冷切割的特性,经水刀切割的材料,不会被改变物理和化学性质,所以受到了人们的一致追捧。 以我国为例,水刀的最大压强已经做到了420兆帕,相比于激光切割而言,它的优势要更加明显。 屏幕前的你们,是否见过如此可怕的水刀切割画面呢?